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确诊新冠了 昨天这一消息不进而走 应该说是近期最重磅的消息之一了 早先已多次地传出他的新冠 但每一次都是假消息 但这一次消息是特朗普自己推特上发布的消息 所以已经是百分百确认 事实上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逃劫 几个月前先是白宫有工作人员新冠检测 陈阳信 接着巴西总统的助理得了新冠 而特朗普之前刚刚会晤过巴西总统 另外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也和得了新冠的澳内政部长进行过会晤 诸如此类特朗普经历过多次 而且很长时间特朗普都坚持不戴口罩 前几天还嘲笑拜登戴口罩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特朗普的运气是真的好 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当美国新冠确诊已经达到了726万的情况下 特朗普得新冠也的确是值得说一说 三方面原因决定了特朗普盖揽新冠值得说 一 特朗普是美国总统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总统得新冠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新闻 特朗普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 特朗普得新冠会让全球非常的瞩目 都想看看美国总统得新冠之后 美国的政策会不会改变 也想看看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 如何进一步应对疫情 二 美国是全球新冠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特朗普却一直在新冠问题上颠倒黑白 他自己得新冠相当于自己打耳光 很有新闻效应 美国疫情世界最严重 但美国政府竟然不思考如何的应对疫情 却总是想甩锅中国 想把美国疫情控制不力的折论推给中国 三 特朗普得新冠 从时间点上来说非常巧妙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投票只剩一个月时间 这个关键时刻得新冠必然吸引眼球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仅仅剩下一个月时间 这个时间点得新冠 必然会让舆论对接下来的选情充满关注 特朗普得新冠当然也就成了舆论的焦点 我觉得这事很不简单 这很可能是特朗普最后时刻的连任必杀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很简单 特朗普早先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大幅地落后拜登 落后幅度长期在八个点甚至更多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朗普民意落后拜登 最根本原因就是新冠疫情 若非新冠疫情突然爆发 特朗普连任几乎板上钉钉 之前拜登对特朗普根本无法形成挑战 然而新冠的爆发打乱了这一切 拜登支持率因此大增 事实上拜登支持率大增完全地拜新冠所持 拜登并没有做什么 所以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 不是因为拜登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新冠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幅的衰退 以及因新冠引发的普遍不满导致 拜登因新冠疫情爆发而支持率上升 第一轮辩论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并没有回升 拜登一郎领先9个百分点 而且第一场辩论场上 特朗普的糟糕表现 别让其联论门上了一层阴影 对特朗普来说 要想联论必须想出解决办法 正所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截铃还需细联论 特朗普想要联论 新冠疫情这个问题必须给舆论一个交代 疫情都这样了还如何交代 当然是让舆论都认为新冠不足为惧 不过就是个大号的流感 很好治愈 如果新冠不足矩 很好治愈 那当然经济也就很容易复苏了 所以从策略上来说 只要特朗普能够让舆论相信他的这一套逻辑 他的支持率就能够回升 如何让公众相信 最佳的办法当然是以身试毒 亲自上证证明给公众看 于是就在大选前一个月 特朗普确诊了 逻辑就是特朗普的新冠汇集了亿万的研究 说明关注特朗普隔离 隔离后特朗普正常的掌权并每天发推数十条 向公众传递他确诊后的生活正常 一点都不难受 两周后特朗普痊愈 生龙活虎的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然后告诉大家 新冠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接下来他推出更加有力的经济赤计划 在大家还不明就离的时候 他获得了舆论的认可支持率士气大涨 接着就是总统选举的投票 这个计划是不是很绝妙 不要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因为之前就有人这么干过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他为了连论在2004年策划导演了枪击事件 结果本来连论无望 却最终获得了连论 陈水扁都能够想出这一招 特朗普为什么不能呢 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根据利益逻辑所做的推导 并不代表真实情怀录持 但考虑到特朗普为了连论无所不愿其己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能排除的 相比枪击专并的安全性相对还是更高一些 抛开我们的假设 如果特朗普确诊新冠是真的 我们又该如何地看待这件事呢 这起事件对美国大神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如果新冠确诊是真的 那么将分适中情况 一 特朗普得了新冠后活蹦乱跳 不断地发推并快速地痊愈 那客观效果 将和上述特朗普专并的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由于是真并比专并更具有真实性 对特朗普的大神当然更有利 二 特朗普病重或病时不能够行使总统权力 那么副总统彭斯代为行使总统权力 党内将会投票谁代特朗普竞选 按现实情况 彭斯是最有可能代特朗普竞选的人选 毫无疑问 这种格局也是有利于共和党损情的 三 特朗普病重不能够行使总统权力 彭斯也得了新冠不能够行使总统权力 那佩洛西将代行总统权力 这个结果将非常的有利于拜登的损情 而共和党则不得不找出新的候损了 是 如果特朗普 彭斯 拜登 都得了新冠且病重 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 现在最大的可能是 特朗普在患病期间就隔离在白宫 然后每天开个电话会 发个几十条的推特 这种戏份呢 比不得新冠还多 因为特朗普吸引了巨量的眼球 随着他病情的好转 他的支持率将闪生 不要觉得这是天翻夜谈 英国首相约翰逊得了新冠之后 支持率就大增 这是有先例的 特朗普在最后十天半个月 一旦痊愈 将会用自己的生龙活虎 证明新冠就是个大流感 很容易治疗 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同时他还宣布年底将出疫苗 以及宣布他单选后的经济复苏计划 到那时他的迎面就会更大 特朗普如今不但最懂新冠 都懂得利用新冠为自己拉审票了 然而现在的情况将更加不利于美国的民众 因为根据特朗普的逻辑 必然会进一步的淡化新冠疫情的实际影响 接下来美国政府会更加的掩盖疫情的真相 美国疫情难以得到遏制的局面将满血 如此 未来几年美国不但会使更多的人 经济可能也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如今特朗普是真懂新冠了 但美国人是真的不懂特朗普了 感谢观看